CHK 先叠A 这个名称的话你自己可以定一个逻辑 比如说这个是CHK 这个是B 一起类的这个名称的部分 自己可以定义 CHK 四个 另外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RB 1 另外它的GROUP GROUP一定要设定一样 A 这边的话运飞 这个也是A GROUP一定要同一个GROUP 这边改成 RBQ 那假如我今天要计算 按下计算把结果秀出来 这个地方该怎么说 首先一样跟刚刚的这个程式一样 我们按下计算之后 点两下之后会有Button One Click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要去判断说呢 到底使用者有没有打勾 那打勾的方式 当然我跟我们前面 刚刚讲的那个程式类似 就是说 第一个CHK CHK A 它到底有没有被点选 如果点选的话呢 CHECK 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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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告成 integer 再来的话,如果说它有打勾的话 那这地方total,我们total的话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12500 也就是直接把它,因为第一次的话 直接就把值丢给它就好了 也就是说呢,total的值就是12500 那底下的部分的话 可以把它copy copy之后因为有 另外还有其他的三个产品 C B C B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是check的 这个价格是多少 8000 但是如果你这样撰写 它会把原来12500 盖过去 所以必须还要怎么样呢 加 也就是说呢,累加的话 必须等号加一个 前面再加一个加 那这地方的话一样 这个也是加 那下一个产品的话是多少呢 5500 下一个产品是 3500 那前面得加 如果说它打勾的话呢 那就是把它加起来 那这样的话呢total部分呢就 前面部分呢就完成了 再来的话呢 就是运费的部分 那运费有两个部分 两个,一个是5% 一个是10% 那两个其实只有其中一个 会打勾啦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二选一 可以一费什么呢 rb1.check 好的,then 另外反支 因为它们两个是二选一 所以你可以另外在底下加上else 反支的话呢就是